多个子就留在中国 除了上海这个悲情城市之外 由于中国的抗疫坚持动态清零 广州现在开始宣布 非必要不得离城 而且广州暂停了中小学实体课程 广州真的很怕变成下一个上海市 开始疯狂的抢购物资 而持续风控的上海 连四天他们的单日新增天天破两万 在10号这一天是两万六千人感染 美国国务院开始关注了 他对于旅行中国大陆发出警告 美国的说法是因为防疫的限制 到了中国如果染疫隔离 父母孩子要被迫分离 提醒美国公民先不要去 然后也开始允许美国驻上海总理事馆 非紧急的雇员和家属可以自愿撤了 我到医院里住了很远 又去放那里 妇人蹲在社区大门外十分无助 因为她到医院做了癌症治疗 结束返家却被拒于门外 有热心民众看到了 帮忙质问社区保全 保全仍坚持不放行 这段影片在网上流传 显现风空下的上海 铁血无情的管理方式 持续积累民怨 对于这些出院和解除 为了灭火官员赶紧下令 要各社区不得再有禁止出院者 或不让解除隔离的康复者 反家状况 但引起争议的不只是有家贵不得 外送员自拍影片曝光物资供应 真实情况 重点不是缺粮 而是官员根本没解决 宅配到家 人手不足问题 抢物资比手速 现在在上海的居民形容 每天生活不是盯着手机上网买菜 就是核酸检测 过去风光的金融重镇上海 在官方坚持动态清零 严格风控下 持续内耗 即特斯拉后 大陆电动车品牌 未来也宣布引疫情 包括吉林上海等地供应链停产 公司已暂停组装车辆 将延迟交货 上海风控也引起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关注 不止评估经济冲击 美国国务院也对旅行中国大陆发出警告 由于防疫相关限制 可能导致父母和孩子分离风险 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 另外也允许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雇员及家属可以自愿撤离 我很可能对上海做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些管控措施 那是为了换取整个全国更大范围 上海更长时间的一种正常的生产生活 眼下之意是长痛不如短痛 风控是唯一手段 10号上海单日新增感染者超2.6万 再创新高 而大陆另一个经济重镇广州 似乎也浮现疫情危机 突然发布11号起 被必要不得离城 还停了全市中小学线下课 发现有几例 马上又就进行这个围控分控都采取措施 都有少少担心 上海那么糟了 封城上海 想出街去公园都没得去 广州正采取全市核酸检测 怕步上海风控后尘 不少市民跑到超市抢购物资 上海疫情还没平稳 如今疫情之火 再烧向猪三角经济带 广州防疫升温 对大陆经济无疑雪上加霜 TVBS新闻综合报道